今天全球化碰上了挫折 但我们的祖先也碰上过挫折 今天的挫折 这样的挫折 一百年两百年以后也会存在 但是全球化这个势头是不可能 我觉得全球化的规则也在不断地完善 但到今天的中国 也好今天的世界 大家对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全球化本身是需要完善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考虑到发展中国家 考虑到中小企业 考虑到年轻人 考虑到每个国家都能够因为这个全球而发展 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可以用更好的全球化的手段 合作 开放 共同面对全球的挑战 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 这次的疫情也好 最近的各国之间的贸易的摩擦 争论 WTO的碰上的挑战 越来越显示我们几年前所说的观点 世界的贸易形势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生的变化 生产的技术发生 也就是生产力发生的巨大变化 生产关系必须进行发展变化 全世界变成一个产业链 中国的制造业能力很强 但中国的设计能力 我认为还不如欧美 欧美的设计能力很强 但它的定制能力 制造能力确实很弱 所以全球会因为技术 而进行系统起来 人类社会会因为这个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这个时候 各国之间的配合和系统 觉得有其关键 不讲其他国家 讲中国 一 小微企业巨大的机会 在中国经济 本身巨大的内需潜力 发展内需 发展整个的消费经济 是整个中国 未来巨大的机会所在 14亿人口所带来的 巨大的内需需求 一定是中 每个小微企业的巨大机会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 有的是机会 只是你愿不愿意克服困难 你愿不愿意想出不同的方法 你愿不愿意当地 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你愿不愿意从长远的来看 而不是两三年 两三个月 所以再过几年看看 对有些人来讲 有些国家来讲 永远是困难 因为它不是用乐观的态度 对有些国家来看 这就是个机会 我觉得我感到了不起的是 中国对美国 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 超越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 这首先第一点是我们 中国人民的学习能力 因为我们畅开胸怀 我们学习别人 使得学习这是让我们进步 过去四十年 中国人的学习能力 中国人愿意了解世界的能力 使得我们这个国家 与别的国家不一样 我们进步了 因为了解 所以信任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们要思考不同的方式 让世界了解我们这个国家 了解我们的文化 了解我们的人民 你有多大的影响力 就要接受多大的挑战 盖茨在当年创造微软的时候 他就先任了一步 他看到了别人 没看到的事情 他敢做别人 不敢做的事情 才会成为微软 才有了比尔盖茨 所以每天有骂你人很多 对吧 每天说我们的人 多的多了去了 但是如果你天天 为这些事情 去担心 去害怕 这世界上总有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的人 你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你干嘛花时间 跟他们去生气 所以我觉得 我没有为盖茨感到同情 我甚至很欣赏地看着他 依然在争取 依然在进罪的努力 我现在想要再对你 第二次 感谢观看